我是Sally吧 我是你們NCGIN AKMCGIN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在我還沒有做頻道以前 我是B-boy 然後我B-boy後來轉主持人 在主持的這十年中 其實跟我認識的人都知道 最大宗的合作單位 基本上就是Red Bull 所以對我來說 喝Red Bull啊 在這麼多年來的時間 稀鬆平常的事情 可是我發現 大家對於酒配Red Bull 好像只知道 Red Bull Vaga Red Bull Jager 沒了 就這樣 那我自己在家裡有很多Red Bull 我其實很常會把它拿來 亂調、亂玩 那我今天就是要來教大家 六種用Red Bull調出來的酒 我們今天要用的就是 這三種Red Bull 來調製家庭式的調酒 這是普通版 這是Sugar Free 這個是Summer Edition 而今年夏天的特別版 每一個品項我都會做 兩種不一樣的變化給大家 先跟大家說 我在家裡的調酒啊 我是不會拿涼杯的 完全是看心情 所以等一下教給你們的就是 有哪些配方 至於中間的比例調和 我認為我不是調酒師 不應該給各位一個 寂寞寂寞什麼多少多少 我覺得就是 跟你講說 這東西是可以這樣組合 剩下就是 你們自己去試試看 究竟你想要哪一個東西多 哪一個東西少 那就是屬於你自己的味道 很多人也說 冬瓜場那是很好喝 但是我還是提醒各位 那個東西是屬於 我在身邊沒有厲害調酒師的時候 才會喝的東西 真正好的東西 還是相信專業的調酒師 好不好 那我們開始囉 首先我們要先用的是 最普通的Energy Drink版本 就是深藍色的這個版本來調製 那這個版本的味道 我也不多做解釋啊 就是標準 最標準 Red Boo的味道 第一個的做法是這樣子 成員有 Red Boo普通版本 巴勒汁 綠茶 還有麥卡倫 Double Cast 等一下所有的酒類啊 你其實只要確認 酒種就好 用來一支威士忌 只要味道不要偏差太多 其實都沒差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我自己無聊 打電動在家裡要喝的 所以一切以你方便 輕鬆為主 來囉 試著調和看看 通常我會加 One Finger的威士忌 就是一支手指的量 剩下就是看我自己當天的心情喜好 感覺你應該當天喝剩什麼 就把它加進去吧 沒錯 我就是看我冰箱有什麼就加什麼 然後所調配出我喜歡的味道 好 是不是很隨興 Pieter幫我拿湯匙 好 隨便攪拌一下 很隨便 非常隨便 嗯 Pieter試試看 今天班尼開車 你來試 好久沒聽到我開車這句話啊 蛤好喝的 好喝啊 這就是我 吸菌 無聊調配組合 在家裡 調酒這件事情 好玩的點就是在 當然你也可以看著經典酒譜的 酒單 去試 可是 對我來說 我不是專業調酒師啊 我只要 符合我的心情好玩 所以我很習慣就是看 爸台上有什麼酒 冰箱有什麼飲料 所以這些東西 都是這樣子產生的 配方有沒有那麼穩定 對我來講 我今天想喝巴勒滋多一點 我巴勒滋就倒多一點 所以那是看你的心情 好來 嗨好喝 接著我們一樣也是用普通版的 Red Bull來調製 用的是 Takila 這一支來自墨西哥的 Petron Silver in Petron Petron算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 Takila的品牌啦 有柑橘香味 然後尾韻帶一點點胡椒的刺激 算是我覺得很棒的一支Takila 配上什麼呢 柳橙汁 這個組合我稱它為 夏季口味 熱帶的感覺 然後高濃度的 我都是到One Finger 我習慣 用臉盆也是One Finger嗎 如果我真的用臉盆喝 應該也是One Finger 好來 Red Bull的有一個好處是 可以增添氣泡感 所以我覺得它還算是 蠻萬用的一個飲品 因為我個人喝酒的時候 其實都喜歡帶一點點的氣泡感 好喝 好喜歡Petron的味道 你又不能喝 普通Red Bull的配方中 其實一跟二 我比較喜歡Petron的配方 我自己啦 在家裡喝 我很常會做這個 這個更平衡對不對 對 這個更平衡 但是當然你如果說 你想要Red Bull的味道 再多一點點 氣泡感再多一點點的話 那你的流程汁可以加少一點 Red Bull可以加多一點點 必須把他喝掉 接著我們用Sugar Free 會比原本的Red Bull在帶 然後可能尾韻會有一點帶糖味 因為他沒有那麼甜的 所以我再來要的配方呢 會是稍微比較甜 味道重一點 配上美酒 這一支是來自Santori的 三崎蒸餾廠的美酒 比起白鶴美酒 這一支比較沒有那麼的甜 可是因為白鶴真的太甜 因為過頭 當然如果家裡你有秋涼 你也可以用秋涼 隨便 反正就是美酒加Sugar Free的Red Bull 我覺得是很好喝的作用 這個就比較單純 就這樣混合就可以了 好喝 來 對於娘娘腔Peter來說 這個應該是目前第一名 帶一點淡淡的氣泡感 然後Red Bull的味道 會在一進去的時候發現 然後尾鏡會出現的是美酒的味道 平常我在加的時候 基本上我都是冰鎮好了 或是我會加冰塊 那喝起來是很順口 然後這個東西 比起第一個普通版本 我覺得Sugar Free的配方 是女生比較會接受 而且Sugar Free可以騙一下自己 你知道嗎 下一個 這個也很清爽 清酒 墨香釉茶 我們今天要用的清酒是 來自白鶴酒廠的祥芸 然後它是純米大飲料 純米度50% 酒精紅度16% 17% 酸度1.5% 然後日本酒的分級通常是 乾 中 辛 那這一支在中跟辛的中間 所以它偏心口 比較刺激一點點的狀態下 搭配墨香釉茶 我覺得是很適合的作用 而且是清爽 舒服 然後再用Sugar Free的Red Bull 氣泡感點綴它 然後帶有Red Bull的香味 Perfecto 試試看 然後因為清酒的濃度比較低 我前面說One Finger通常是濃度比較高的One Finger 所以因為清酒的濃度比較低 通常我會加比較多一點點 Fall Finger Fall Finger那就他媽的純飲啦 大哥哥啊 墨香 柚茶 柚子的香味很適合拿來搭配清酒 有時候我自己在日本我無聊的時候 我會找柚香啤酒 然後直接配清酒 哇超省錢啊 蹦兩下我就飛起來了 好 我覺得這杯也是你們喜歡的 如果我今天心情是想要喝清爽舒服的 基本上我就會走Sugar Free的方案 如果今天是想要蠻幹蠻醉 其實我會用普通的版本 怎麼樣 母 清爽 清爽啊 如果是冰過然後加冰塊的話是 哇尼順序就想 咕嚕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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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閉 這種感覺 我們還是提倡飲酒適量 這就是Sugar Free的配方 有關柚茶的部分 其實你不一定要買茉莉花 茉莉茶園 就是柚子香的啊 檸檬香的啊 這一掛的 或是萊姆 其實都可以加 然後清酒的部分 你要加玉泉啊 你要加其他的 其實都沒差 只是我今天剛好身邊有這一支 我是用這一支 你了喝完啦 再來是我們的第三種 就是The Summer Edition 夏季版本 去年的版本是黃色瓶森 如果你有特別注意到的話 可是我自己私心認為 黃色瓶森的有點太甜 喝一兩瓶可以喝多就會膩 這一瓶Kiwi的版本啊 算是我覺得是 非常清爽清新的 所以我覺得拿一條酒算很適合 等一下它的組合是這樣子 Handry 來自蘇格蘭雅爾郡的晴酒 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有加保加利亞花瓣 還有食用小黃瓜 所以它的味道 雖然很清新脫屬 算是晴酒界的貴輪美 那如果你喜歡晴酒的話 可以試試看 但這一支在晴酒中 雖然沒有那麼皮仔皮 砍葵粒那些 都還貴一點點 可是我自己很喜歡它的味道 因為很清爽 配上的是 白葡萄美麗果的 這一支Kiwi感 夏季感很重 配上水果的白葡萄汁 然後再加上很清新的晴酒 組得起來 來 試試看 微綠有沒有 蠻漂亮的 因為這個東西是最近才出的 所以我是這幾天在無聊在試驗 看有什麼東西 好玩 很好喝 非常的好喝 因為晴酒它有一個特有的 對一般人比較藥水臭味 亨利爵士晴酒 配上這兩個東西 我覺得是完全可以消掉 那個一般人討厭的味道 那這一杯我覺得是 不輸sugar free的清爽度 可是我們還是像我們之前在講說 如果你要做試驗性的調酒 我自己的概念是 主角不能消失 所以我自己在調 One Finger這件事情的狀況 是因為我希望主體 還是要出現在入口到尾韻中間 它一定要有時段是有出現的 不然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用這支酒 Hendrick配上這些狀況是 入口的時候用紋是聞到葡萄香 進去的時候是Summer Kiwi的味道 到尾鏡的時候浮出一點點的清酒味道 那對我來說這一杯的狀況就是 有的 大家都在 來 Pieter 喝光彈 最後一個配方給大家 也是Kiwi的 就是Summer Edition 這個就是比較男人的喝法 比較Man的 搭配的是出現過很多次的 金門高粱春節配售專用酒 104年的 這個組合啊 我很喜歡 就像我前面有介紹過 高粱這一種白酒 我喜歡搭配熱帶水果 酸甜味 氣泡去消除它的微禁的臭味 因為有時候 太熱的狀況下 我並沒有那麼喜歡 單乾高粱 所以Kiwi本身搭配高粱 我覺得就已經過了 所以我等一下試兩種 這個東西我已經試過 然後我再看看我現場 有哪一些飲料 我是可以直接調製進去說 看看會不會平衡度更好 所以我們就直接拿高粱 配上Summer Edition的Kiwi 嗯 男子漢的味道 高粱實在是太大男人了 他本身就是一個大男人 很強勢 就是很愛出風頭 所以就要你混了東西進去 你一聞 還是他的汗臭味 可是這個味道 其實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Kiwi已經消除掉很多 入喉的集喉感 很刺很辣很嗆的味道 Peter試試看 等一下Peter一定會有作用 哈哈哈哈 高粱味好重 超重 可是入喉以後你會發現 他其實就像臭豆腐一樣 只是聞起來臭 喝起來是順的 應該說不敢喝人也敢喝的啊 沒錯 這個狀況基本上已經是OK 對我來說啦 可是 我們試一下台灣的巴勒汁好了 好不好 台灣巴勒汁 套進去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好像水彩顏料 有點香 搭配巴勒汁這個組合當我沒說過 下幾點 我覺得搭配巴勒汁 沒有到特別match啦 不過這個課題 我就留給各位觀眾去試驗 就是說 這兩個組合下去 搭配什麼樣的果汁 或是飲品 可以讓這支酒變得更滑順 這一點就讓你們自己去試試看喔 希望你們可以在家裡享受 自己調酒以及去找尋平衡感的過程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分享 按讚 去我們的YouTube 按訂閱 然後開小鈴鐺 去我們的Facebook 按追蹤 如果你有任何有關酒的搭配組合 都歡迎來信來訊 跟我說 下集見